大家好,我是阿勇 现在又到了吃海虹的季节 我今天在超市里买这个海虹10元一斤 我们买了2斤 今天给大家分享吃海虹的正确的做法 海虹呢,如果做法不正确 其实就跟吃毒药一样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海虹清洗干净 这个海虹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清洗海虹的时候呢 我们先用剪刀去除海虹表面的聚合物 把这些聚合物呢,用剪刀剪去 再用钢丝球把海虹的表面刷干净 因为海虹的表面是黑色的 如果海虹表面刷的不干净的话 在煮的时候呢,它就会掉色 清洗干净的海虹呢 我们先放到一边备用 下面呢,直接上锅打火 先把锅烧热 下面把清洗好的海虹呢 倒入到锅内 把这个海虹呢,煮一下 煮海虹的时候呢 里边一滴水都不要加 盐和味精也都不要加 下面呢,盖上盖子 肉眼看到冒气后 在大火煮上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这个海虹口都已经张开了 你看这个里面不加水 也出来了很多汤汁 这个汤可以用来做海鲜面的底汤 也是非常鲜 下面呢,把海虹捞出 放到盘子中 海虹呢,就是它的原汁原味 吃海虹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大家一定要切记 大家现在看到海虹里面有这个足丝 这个足丝呢,一定不能吃 这个东西吃的时候非常难消化 所以在吃的时候 要把这个足丝要撕掉 海虹的味道呢,非常的鲜美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站着芥末吃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